我听我们 郭泉工程师讲 他们那个时候 什么现金的交通工具都没有 像这些地方 自己爬上来 而且那个时候 哪有什么保障条件 比我们艰苦恼火的多 那东西全部都是背完了的 什么干粮啊 物资啊 这一路上的物资全部背在身上 爬过一个一个高山 在测量学中 地面上任何一个点的位置 都可以由坐标系中的 一组坐标向量来表示 通过该坐标向量 可唯一确定待点的位置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甚至都没有确定 坐标的坐标系 直到1954年 国军策绘部队 利用从苏联引入的 数百个坐标点 建立起中国第一个 国家坐标系 1954年北京坐标系 结束了中国 没有地理空间基准的历史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 全军策绘部队 才完成了新中国陆地和海洋的策绘人物 并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策绘基准网络 风惨露宿 人堪码头 在茫茫戈壁 雪域高原 测规官兵们 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苦难 而在这座山上的三角点 正是根据1954年北京坐标系 连策出来的第一批控制点之一 虽然这处控制点多年没有重测 精度可能无法保证 但是对于张倩他们来说 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